大家好 昨天川普签署了总统令对这个微信下手了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微信它还能不能用 昨天我做的节目就是讲抖音跟微信的 主要讲抖音 顺带提一下微信 我们来看一下昨天我是怎么说的 那么如果说美国要禁掉微信 它能禁掉吗 它能做得到吗 微信海外版在海外所有应用商店里面会下架 但是你依然是可以通过安装包去安装 这个没有问题 包括你现在装的还是可以访问的 但是美国可以做到一点 就是确保你这个微信它的应用范围小到最小 就是只是用来通话 视频通话等等这样子 最小 而不会让你这个微信在海外有任何商业合作的空间 就是你在海外微信你只能作为一个通讯手段 你不能把它作为一个不管是商业运营 还是什么建立社区等等这样的功能 都会有很多限制 最直接的一个限制就是 说白了就是你所有通过这个软件上面实现的交易 我在美国或者在其他国家是不受保护的 这个就相当于一个来历不明的软件 你使用你可以使用后果自负 那么昨天我在这么讲的时候 我还不知道川普已经下着手了 那么川普是怎么下手的呢 它的行政里面讲 就是任何在美国管辖范围内的个人 或者是企业或者是机构 就不得在于腾讯下属的WeChat 微信发生任何的transaction 所以这东西是非常模糊的 这里面模糊的几个地方 第一个 首先它这里面用的微信 用的英文词是WeChat 但我们知道WeChat是微信在海外的名称 但是在中国国内一般都是用微信拼音来表示微信 那么到底它这个行政里面是不是指海外的微信 跟中国的微信都包括在那呢 这个很重要 第二个就是transaction这个词 当时我看了以后我也觉得很纳闷 什么transaction 它说的很模糊 这个transaction一般来讲 我们在财务里面讲 transaction就是交易 一条交易记录 我卖给你你卖给我 但是transaction本身也可以模糊处理 是变成一般某一个过程 所谓叫事务 或者说业务或者是事务 这个比较泛的词 这个transaction到底是指微信在那边实施一个支付的行为 或者资金的转账 还是说transaction任何的一个 比如说我只是聊个天 我只是做一个接触 我关注一个公众号 就算完成了一个transaction 甚至包括我安装 是不是就算是一个transaction呢 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模糊处理的 灵活处理的空间的 川普给了45天 就是45天以后就要开始正式实施总统令了 但是在这45天里面 他特别指派了一个人名字我忘了 指派了一个人专门就负责对于具体的解释 也就是说在那45天以内谁也不知道 到底最后口径是什么样子的 最后是瞄准全世界的抖音 还是只瞄准海外抖音 它这个transaction的范围到底要延到什么程度 这个都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包括昨天抖音的事情 包括整个清洁网络计划 就是所谓美国版的进网行动 一切的一切都是在贯彻执行 川普从上任以来跟中国打交道以来 一直所坚持的一个字 叫做对等 就是你是怎么对我的 你是怎么对我的企业的 我就怎么对你的企业 美国跟中国对等 在川普以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因为中国是个极权国家嘛 中国是把你的谷歌禁了 把你的Facebook禁了 难道你也要这么对中国吗 在川普这儿觉得 对呀 为什么我不这么做呢 中国你既然做得出来这些事情 既然你不让我们别人进来 公平的参与竞争 既然你已经在很多WTO的规则上食言了 那为什么美国不能同样对待你呢 所以川普从一开始就是贯彻这个方针 对等 而且我已经说明了我就是要对等 这个对等就是中美贸易战 谈了很多次来来回回的 然后不断地反悔的原因所在 因为对于中共来说 这个对等实在是太痛苦了 因为要实现对等嘛 因为你的阴招有很多 为了实现对等必须在各种地方 钳制你 把你当坏人来防着 那么在中共看来 这些贸易条款就是相当的苛刻了 你把我当这么坏的人 虽然他自己知道我就是这么坏的人 但是大庭广众之下 把我当成坏人来防着 毕竟不管是从面子上还是里子上 都觉得很过不去 所以关于这个进网行动 跟这个微信和抖音 就是这个对等 美国追求对等的行动的一个升级 只是原本这个计划是要在川普的第二任上进行的 因为第二任 这是第一任 就是为了把贸易谈判的第一轮 给他先敲定了 第二轮就会摄入到一些更多的 像知识产权 像信息技术 大家想中国对美国这么大的顺差 而同时又把美国这么多的科技巨头 特别是搞社交媒体的党在外面 Facebook谷歌什么党在外面 那么美国难道不想吗 这么大的一个不公平的双方的不对等 所以说这个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 这是早晚问题 但是因为今年以来发生了一系列的黑天鹅事件 包括新冠肺炎疫情 包括美国国内的黑人暴动的情况 所以导致川普的选情没有以前去年那么乐观了 所以我觉得很有可能的他就提前把这个事情拿出来 提前掀桌子 这也是很合乎情理的 那么在45天以后到底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我们按照三种不同的严重程度 我们来分析一下 首先最轻的就是说 他只把范围限定在海外的微信 国内的微信 大陆的微信是不动的 海外微信在谷歌商店跟苹果商店都会下架 你就下载不到了 那么但是同时你自己本机的微信都还是可以用的 问题是你不能再更新了 因为它已经下架了 就不会提供更新的内容了 而如果中国地区的微信不进的话 你是可以 如果是安卓手机 可以下载中国地区的微信 如果是苹果手机 可以用中国大陆地区的Apple ID 来下载中国地区的微信 所以这还是可以用得了的 只不过就没有以前那么方便了 而且我在想是不是中国大陆的微信 你需要用大陆的手机号注册才可以 在海外肯定有各种不方便 另外如果你手机上还是用的海外版的微信的话 虽然不能更新了 但是还能用 但是可能在做交易的时候 微信支付的时候就会有问题了 尤其是如果你微信支付 绑定是国外的信用卡的话 就有问题了 那么中等的情况就是海外版的 跟中国的微信都受到法令的限制 那么这样子的话 在中国国内的 当然国内的谷歌商店 本来就是谷歌商店已经被封掉的 但是苹果商店 在国内苹果商店上的微信就必须下架了 同时苹果商店 苹果也就不再支持中国本国的微信的更新了 因为我们知道苹果是个封闭的系统 所以它不像安卓一样 你可以去下载一个去微信网站下载一个安装包 安装的 苹果这个封闭系统你要想安装一个安装包也可以 但是你就必须越狱 所以把苹果破解一下 但问题是破解了苹果以后 你的苹果的手机什么电脑 它就不再能够 你在苹果商店里面 它就不再承认你保修了 质保了 昨天这个新闻出来 苹果的股价立刻就跌了2% 就是因为这个可能会造成最终 苹果的手机会大量的丧失微信用户 微信是一个封闭的生态圈 苹果本身也是个封闭的生态圈 在以前几次苹果跟微信进行较量 比如说苹果说我要抽你30% 微信说能不能不要抽啊 少抽一点 那么几次较量下来都是苹果赢的 因为那个时候微信还没有像现在做的这么大 涉及到整个中国社会 包括海外的方方面面 现在微信这个生态圈已经大起来了 甚至大到苹果很多时候要向微信学习 微信有小程序嘛 苹果也搞了个自己的小程序 所以这个时候当很多用户 尤其你在中国你去问用户你是用苹果 还是用微信的时候 我记得有个调查的 昨天晚上有人做了个调查 大概有20个人 19个人是说我要还是用微信 我就不用苹果了 当然了这个调查归调查 民调数据现在是越来越不准了 嘴上说一回事 身体说不定还是很诚实的 但是不可否认的就是 如果说川普的总统令 管到中国大陆的微信的话 苹果一定会承受一个销量的下滑 这是肯定的 我查了一下苹果的iPhone手机的销量 在去年有个大跌 然后今年恢复的很快 又有个上涨 但是尽管如此到目前为止 它占中国的整个的手机销量 出货量大概只有8% 所以也不是很高 但是尽管份额不高 苹果在中国市场的销量也有100多亿美元 这个也是不少的 如果这一块完全丧失的话 对苹果也是打击挺大的 而在这种情况下 不管你是在国外还是国内 你只要使用苹果手机的 你装微信都要面临一个选择 我是不是要越狱装 还是我以后就不用苹果了 改用其他品牌的手机了 这种情况还有一个问题 虽然川普总统令不是针对腾讯的 它是针对腾讯下面的微信产品的 所有跟微信发生的transaction 但是如果说这个transaction涉及到 比如说微信的服务器 微信它使用了很多服务器 它也需要硬件支持 这些硬件支持也在这个范围以内的话 那就麻烦了 这个时候就逼着微信 很多这个服务器 要么就是你跟不上套 要么就是你必须要改用其他服务器 这个服务器能不能像以前那么稳定 那就不知道了 这个也是个未知数 最严重的情况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transaction的定义 不仅仅只是financial transaction 就是说你哪怕使用 用它发一条信息 哪怕用它发一条信息 都是你相当于认为 你是跟微信发生了关系 发生了某种事物 那么这个时候 你现有的机上的微信都不能用了 或者说你用了一下 用了以后 你就属于违反了法律的范围 违法不一定就是犯罪 但是毕竟这块你就是破坏了法律了 而且你使用软件造成的任何后果 是由你自己承担了 这种最坏的情况目前看来不太可能会发生 就像我之前做的预测一样的 不太可能会直接分你的IP 或者说不让你APP在手机上运行 不让你发信息 像中国那样建一个墙 把你挡住 不让你发信息 我觉得这种情况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这个本身是违反了美国的第一修正案的 就是它要允许你有一个言论自由 如果你发生经济关系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么如果你只是发一条信息 然后通过这个APP发一条信息 我觉得这个如果说最后打到高院去的话 美国总统行政令也很有可能会被驳回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很有可能是前面那种情况 要么就只进海外的微信 要么海外的微信也好 还中国大陆的微信都不可以在正式的渠道下载了 你只能去到微信的网站下载一个安装包 或者你只能去 如果是苹果手机的话 只能翻墙越狱你才能够用 同时就丧失了你的手机的保修的权利 那么很多人都说 如果说我这个微信不能用了 我怎么跟朋友 尤其是跟国内的中国大陆的朋友保持一个联系呢 这个确实是个大问题 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看待的 之前在加拿大的一个实验室 公民实验室做了一次实验 就是针对海外的微信跟国内的微信 它有什么差别 尤其在信息筛选上面有什么差别 它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什么呢 我们海外用的海外版的微信 看起来好像我发东西给你 之前是不受审查的 其实是有审查的 它在发过 从你发到我的手机上以前 会经过服务器进行一个筛选 这个筛选它不会把你删掉 不会挡着你 但是它会对你进行一个鉴别 它是看你这个是怎么讲 这是中共喜欢的 中共不喜欢的 然后它给你标记一下 就记下来了 它就用这样的数据 通过这样的数据 用它来审核国内的微信 或者说海外发给国内用户的微信 我们很多时候会发现 我们在海外注册的微信 发到国内微信上 有东西它收不到 就是因为它被删除了 被筛选掉了 那么是怎么筛选的呢 筛选就依靠的海外用户之间 互相发的这些东西 你看着以为我发给你了 你发给我了收到了 其实它并不是即时的 它有一个延迟 而这个延迟就是把你发的这东西 如果它觉得敏感的话 它就把它用来筛选其他人的东西 所以说海外用户在互相发信息的时候 很多时候你就变成了一个在训练它的算法 怎么样去更好的在国内做政治审查 所以我觉得海外之间 我们先讲海外的人和人之间 其实有很多可以替代的方案 不一定要有微信 当然我知道微信 因为整合了太多跟生活相关的东西 尤其是很多中国大陆的商业模式 微信支付等等这样子 已经现在到了很多西方国家 又是在华人这个圈子里面 已经普及开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想把它重新割离开 是需要有一个阵痛的 但是我认为这个就是川普这次行动的 一个目的所在 我刚才前面讲了 是为了追求一个对等 之前是我中有你 你中不可以有我 那么现在既然你一直都不肯 你中有我的话 那我就割离一下 我中也不要有你了 那么这个就意味着 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做一个抉择 就像我们看选择是苹果手机还是微信一样 我们生活在海外的华人都必须要做个抉择 我是要生活在海外 我是要追求在海外的一些东西 还是我要为了微信而回国去 这个是必须要抉择的了 很残酷 但是其实大家我们所有人都知道 这一天迟早会到来 迟早会到来 川普只是把这一天加速了一下 而且以一个不是那么很痛苦的方式 让我们进行这样的抉择 因为这个抉择其实很早以前就应该做了 但是所有人都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 觉得岁月静好 这个舒适圈里面不肯走出来 但是我们所有人都知道 其实这两者是不能相容的 这种不对等的情况是不可持续的 一定会有一个爆发点 长痛不如短痛 现在爆发 远远好过将来爆发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而且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 我们在不用说历史上 不是说历史上和上 我们近代史上近几十年里面 经历过很多次觉得 哎呀这个东西我离不开 我怎么也离不开 不行啊 结果发现真的没有它 不挺好的吗 远的不说了 比如说毛泽东去世了以后 大家哭的稀里哗啦的 过了一段时间大家都觉得就这么回事 而且该否认它的就否认它 然后包括后面计划经济很多残余嘛 用粮票也好啊或者说国企就业嘛 那个时候所谓下岗嘛 国企下岗嘛 哎哟下岗感觉天都塌下来了 后来不也挺好吗 你习惯了靠自己以后不觉得在国企 后期后面等到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国企那个时候已经变成了就业的最下层了 但是现在它因为国进民退又回来了 这是另一个说 我只是说我们中国人经历的很多 特别在近几十年经历的很多 以前自以为的生离死别 其实都是很快就适应过来了 一点都没有什么 事后再翻过来看 就怎么黑事嘛 这个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经济或者生活 整个人生都是这样子的 我们人生在不断地经历 从一个舒适区 然后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 然后再变得熟悉以后 又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 不断地在经历这样的过程 这个过程正是能够帮助我们成长 刺激我们去进一步成长 进一步去思考的 我个人是这么看了这个问题的 不知道您怎么看 欢迎您给我留言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我们下一期再见